嗯 哈喽我是凯罗斯 今天我主要来技术开箱 对的 我上次说两个星期前 逃得饱 现在才来 我先是试用了这个密笛吉他 然后到今天才开 这个小神粹 其实这个小神粹 是个能够止痛理疗的器材 就是我还记得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我还住在旧的地方 哪天我去了 去游用了 然后回来 做了一些针灸 就是因为我的颈特别的痛 那个时候有一位粉丝留言 对了 应该是这一期 这一期 颈椎救星这一期 哪天应该是去游用了 之后 之后做了这个颈椎的 来生 还有做针灸 不要一下子 之后有粉丝 问我不同的问题 有人问这个针灸 哪头账备 要多少钱呢 还有一个粉丝特别的说 小神粹 听说过吗 辽里紧最有特效 退战 那个时候是十个月前 我不知道什么来的 好 现在我就要把它试一下 这段时间 因为是疫情关系 我们停课 身体有很多地方都很痛 所以我想起了 就买来试一下吧 好 试吧 这个插头是玻璃的 我就先把它换成这一个 这样就换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吸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吸一下 有这热红 强热好相互 怎么相互 但是我刚 刚看这一面 而且还有光线 什么的一个概念 你可以看看这是一个 光波理疗仪 所以它不光使用热缝 是用光波一起来的 这里有很多产品的参数 怎么样保养 最要紧看这个手法 手法标准的流程是 光要聚 手要稳 就是不要抖 操作还要慢 慢慢来 大问题 全身做定点 加强问题部位 假如你这个手痛定点 慢慢做这一点 要慢 要不要抖 小问题 权性 欲业 定点加强部位 还有这个经络图 我此时之前学过 这个拯救 懂一点的 还有很多病例 现在我量过 我有一点高渲压 主要对这个涌泉 它会 涌泉就是脚底 它会就是 头顶 举尺 逐三里 全中 还有配其他穴 每穴 十二 二十分钟 每天 一直两个次 十五次 的流程 每天都要花这么多时间 去做 还关击 关击盐 我现在膝盖痛 我就 把它开 这个这里 慢慢去 慢慢地 鼓掌 会不会好一点 我试用了十五分钟 好像 好像真的没那么痛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会不会是心理作用 因为本来热疗就能减轻一个痛苦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光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反正马要回来 还有它还送了这个爱救一 我相信它也是跟爱救一般的原理啊 先涂一点到宽处 再用这个 我相信在这个加期的这段时间 可以把其他的痛症都吃一下 比如说这个颈啊 肩啊 条款啊 这些地方都吃一下 我现在是一段时间 才告诉你一个行不行 好了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道 请你关注点赞 记得转发 再见